馬基 怎麼懶惰? 沒有, 我打算問問你是不是順德人 看我的性格那麼隨和 就知道我真的很順德人 不, 我想問你儘管是否順德人 那倒不是, 而且我也沒來過順德 怎麼了? 對了, 我們灣區食神關注祖來到順德 帶你去吃正宗的順德菜 這麼棒? 對 好, 走吧 這樣走的嗎? 對 等我 馬基, 你別以為我貪得意才踩著這輛車 我知道, 因為這裡的餐廳範圍 真的有整條村這麼大 這裡的創辦人本身是一位土木工程師 因為對出生地有種情意結 所以就回來順德開展他的飲食事業 還將古村活化 我希望這間店是有生命力的 令到大家來到這裡, 它不僅是吃飯 它還可以感受到我們在地的文化 我們的民族 我會向大家呈現到 我們順德, 它原生的文化是怎樣的 一場來到, 我怎麽只吃這麼簡單 當然要跟廚師聊聊天 好, 健哥, 現在我們做的是甚麼 羊魚皮 我們是神德的手工菜 這是甚麼魚皮 這是頑魚皮 頑魚皮 這條魚皮是有秘技的 現在先煎到金黃色 然後師傅會做少許米漿 增加它的脆度 我們開始慢慢火煎 煎到差不多, 開大火 把油迫出來了 掃到漿, 我們把它反轉 來, 好功夫 好 順德四大家魚之一, 大頭魚 師傅, 交給你了 好 沒問題 師傅會將這條魚 不同的部位斬件 製成不同的菜式 一魚多吃, 絕無浪費 不如我們吃個全魚燕吧 來到順德, 食材新鮮當然了 清鮮爽嫩滑 加上廚師的烹飪手法 包你吃得很美味 順德又叫魚米之香 所以今天看到我們整頓飯 都是魚, 全魚燕 而且是用新鮮的魚 不同的部位去煮成的 這麼多, 應該從哪裡吃呢 怎麼吃? 就要問出品總監, 見過了 由頭吃到尾 我們當然先喝天麻魚頭湯 好 煮一碗味,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天麻魚頭湯 首先這個湯的顏色很漂亮 而且味道很濃 很明顯看到很足料 而且魚湯一向都很珍貴 對於女生來說, 又滋補, 又養生 好, 我們先試試魚唇 好 你們很嫩滑 這麼大的魚唇 剛才我在外面看見師傅湯條魚很大 總之一條魚只有兩塊 我們現在這裡一共有六塊 即是三條魚在這裡 那條大魚經常在水面盒水盒 所以它特別嫩滑 這個女生是恩物, 我感覺到很多骨膠原 我感覺到 有點膠黏在邊 我最喜歡吃香口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釀魚皮 對, 因為剛才我進廚房偷試過 我剛才煎的, 你看 你煎的, 這個 OK啦 試一下 阿堅哥, 這個餡料究竟是什麼 裡面有魚肉膠和豬肉膠 混在一起 口感特別豐富一點 對, 這個是魚骨, 是嗎 煎焗魚骨 這個很厲害 試一下 會選廚腩吃 也有這麼厚身的, 十多斤的魚 你想想, 要很有心機才煮出這個顏色 阿堅哥, 想不到這個毛骨魚 只是用清水煮 也可以打出這麼濃厚的鮮味 是的 剛才我一吸進去那一刻 削一聲, 倒在喉嚨裡面 真的很滑 所以你很放心吃 一些骨頭都沒有, 像豆腐一樣 魚有益, 誰人都知道 不過我一直都很怕刺骨 所以我對魚根本是又愛又恨 不過這次的這一餐全魚宴 非常厲害 因為這麼大條魚 每一個部分都可以烹調這麼好吃的菜式 而我特別喜歡就是毛骨魚 只是清水白灑都這麼好吃 可想而知它的食材是多麼新鮮 食在廣州, 廚出鳳城 鳳城就在這裡信德 他們的刀工很厲害 今天我終於見識到了